下面請收聽由林少明為你播講的長篇小說 《孫中山》 賢文哉俗,書接上會 孫中山在王二嫂那間雲吞麵店吃完麵 看到外面有人拍照 他說入手叫人來跟他拍照 孫中山拍照這件事沒有什麼人頭 為何今天這麼有興致主動叫人來跟他拍照 原來他剛剛剪了一條鞭 又脫下長衫馬掛 穿上西裝的分頭裝 所以就想拍一張照片來留念 唉,孫中山 你真是太過放鬆警惕了 你現在正在被人通緝的人 原來 這個拍照的人就是滿清政府駐美國公市館收買的偵探 暗中跟隨孫中山很久了 這麼難得今天找到這個機會 所以不單只拍到照片 還連地址也拿著 以前呢 通緝孫中山的照片都是畫出來的 現在不是吧 實古實作 拍出來的 那麼我拿著照片來捉人 就方便得多了 他說 孫中山在紐約住了一陣子 1896年9月23號 孫中山就離開美洲大陸 心情屈抑 坐船经的大西洋 前去英国 风大浪高 乌云压颈 那条船就被大浪抛上抛落 一时船头就升上浪风 一时又沉向谷底 孙仲山临风站在甲板上 他的心情就好像与海洛一样波涂洶涌上下翻腾 孙仲山这一次离开檀香山 经过三个月的旅行 他的宣传发动工作十分理想 孙仲山就叫他民志未开 所以就决定横渡大西洋去英国 现在对着烟波浩瀚的大海 前面等着自己的到底是什么呢 孙仲山又怎么也想不到 他只是一步一步走向一场灾难 自从被个影响佬拍了一张照片之后 满清政府驻美国大使馆 已经完全掌握到孙仲山的动向 步步跟踪 现在他人在大西洋上漂泊 大使馆的电报已经打到英国公使馆了 满清政府位于伦敦 渤南大街四十九号的公使馆 是一座古色古香的大屋 门口的门廊是戈德式的建筑 大屋的屋顶上面有梯形的台阶 这个是中世纪象征以步步升入天国的思潮 刘维峰所造成的建筑物 清朝住英国的公使 公使大人 拥有银又瘦 一刺羊背书 他这个人很讲究衣着 平日打扮十分整齐的 就算没什么功干 很多人都 common洋 都整 Alamo着着ري氧 都整套潮服着着着着着着着hö мира 对着那些部下 说话很像就 able için身上罰伤 现在公使大人正在听上杨参赞 马格里着世的报告 这个马格里是苏格兰人 他曾经参加过 convention 他曾经参加过 dan 振压太平军 是老资格的中国通 公使呢 虽然是智英公使 但是不懂英文的 对英国的政治 文情一无所知 什么都靠了马格里 马格里就是公使的万能拐掌 那个马格里很厉害 既精通西方官场的狡猾 尤善于玩弄中国的权术 这次捉拿孙中山这件这么大的事 全部交给他一手包拔 孙中山一到了英国利物浦上岸 他就找人贴身跟着实 孙中山由利物浦坐车 去到伦敦 伦敦坐马车去到入住旅店 他一清二楚 跟着就报告给公使 连孙中山坐的马车 12616号 他都清清楚楚 现在他就请示公使大人 怎么呢 要不然现在车刻动手呢 公使呢 习惯性的 习惯性的 困惯 因為門清政府和英國政府並沒有簽訂現在犯人條約 所以在英國並不能動手俗人 所以現在正在商量採取什麼措施來對付 這邊已經在密羅緊鼓準備抓人 孫仲山還猛成成的什麼都不知道 孫仲山到了酒店 馬上衝到熱水涼 整身舒服了 連一套悶氣都消失了很多 他就吩咐了伙計 他說我現在出去散散步 一會兒就回來了 孫仲山就去康德來的公館 這間公館是很古老的大屋 看樣子 怕有一兩百年歷史了 大門上有一對大銅鑽 窗口和屋簽都有很精緻的雕刻 這間公館一看就有來歷的貴族豪宅 他說買啊 你租也要很多錢才租得到啊 孫仲山就按了一下門鈴 康德來夫人出來開門 哎呀哎呀 康德來康德來 你快點出來 你看誰來了 啊 康德來連眼鏡都沒有戴 急急忙忙就衝出來 一見到孫仲山 兩人都熱情擁抱 哎呀 你來了來了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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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著就問三問四問長問短 孫仲山都不知道怎麼回答好 康德來夫人就說 哎呀 你別這麼心急啊 人家都沒有人坐定等人休息一下 跟著呢 夫人就沖咖啡給孫仲山喝 夫人就問 你住在哪裡啊 我住在斯惟朗斯黑酒店 康德來就說 喂喂喂喂 那裡來這裡好遠啊 不要啦不要不要住在這裡了 你立即搬來 搬來葛蘭旅店 那裡來我這裡幾步腳而已 跟著就吩咐太太 你現在立即代罷手續 將行李搬過來這邊 孫仲山就不好意思啊 其實不行不行不行 我怎麼敢勞駕師母 我自己去我自己去 不要啦不要啦 你呀 你和老師大把東西聊 我是閒人一個 講完呢 披上圍根就出去了 孫仲山呢 就見到老師的書房 擺滿了書 十分羨慕 他左看右看 康德來就說 你這麼喜歡書啊 明天呢 你就可以去大英博物館消磨時間了 還有啊 你可以聽一聽 威斯頓斯特教堂的鐘聲 照我說呢 這個教堂是歐洲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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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世界都是最偉大的建築物來的 你還可以去牛津 劍橋 去聽聽學者的辯論 你如果有興趣啊 你還可以去大霧沉沉的太悟士河 看看蛙船比賽 看看誰贏啊 當然當然 老師 這些我都是要看的 不過呢 我最想了解的 是英國的社會構成 和社會改革的進步 哈哈哈哈 你啊 你任何時間 都保留著你革命者的本色 兩個人呢 談到忘了形 都不知道時間過得這麼快 那時候呢 康德來夫人呢 已經將孫中山的行李搬了出來 搬了去葛蘭女店 孫中山換女店這件事啊 哈哈 嚇死清朝公司 他怎麼都猜不到 孫中山就只是因為老師嫌 他住得遠地搬酒店 他以為被孫中山識穿了 哎呀 不過孫文這麼厲害 這麼快知道我跟蹤他了 還會找個外國女人來出面搬行李 公司就下令 再派多幾個偵探 到處去找 一定要找到他為止 老佛爺交代的嘛 要將孫文想辦法捉回去北京 老佛爺要親自審他 要斬他的頭過來 公司就急着交代的 那幫偵探呢 那就走到他了 倫敦那麼大 你以為你說找找找找到他嗎 行來行去啊 找了幾天都無影無蹤 其实呢,说起来就好笑的 孙仲山根本就不知道这么多东西 他搬酒店就纯属壮彩的 一点都没有感觉到面临危险的 他自己有几次都行过满清公使馆 在门口装一下装一下 他想找机会和公使馆的人员聊聊天 想做他们工作 他居然想将游说工作做到公使馆里面 哎呀,孙仲山,你真是颐上天海,胆大包天 有一天,孙仲山和康德黎 和孟森博士三个人 在黄昏时候去散步 他经过古老的用石板铺的马路 一边聊,一边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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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公使馆旁 在旁边,孟森就指一指,哎,这里是你们公使馆 啊,来你住的酒店很近啊 你想不想去坐一下,拜见公使啊 我听说啊,你们那位公使还会唱京气的 是嗎?我也想見一下他 如果他是開明的人,我也可以做他的工作 盲心就擺擺手,你千萬不要這樣想 你真是天真,你知道你自己是什麼人? 你呀,你是令皇帝睡不著覺的要犯 你進公使館,不然你自己送上門聽別人的捉 康德黎就指著公使館門開了大龍旗 你們中國人最崇拜龍,其實世上根本沒有龍 你們國旗就畫了一條龍在那裡 我真是佩服,中國人的想像力豐富 那是呀,是呀,想像有時是帶有某種神奇力量的 哈!康德黎真是不知道他斥起哪條筋 他突然問,喂,你們中國有沒有國歌的? 孫中山是惡言,好像沒有 康德黎就說了個笑話 有一次呀,有一次呀,在倫敦開博藍會 中國就派公使來參加 事先呢,禮賓斯就派人去拜見公使 問問你們中國的國歌是怎麼奏的? 因為漢幕式要演奏各國的國歌的嘛 哈!這下考到公使了 他瞪大眼,啞口無言 他根本就不知道什麼叫做國歌 然後,禮賓斯的人呢,就提醒他 國歌就是很多人懂得唱的 很多人喜歡唱的歌就叫做國歌 公使一,拍大鼻子 哎,有了,有了,有了 我們在京城那些茶樓酒館呢 很多人都會唱這首歌仔的 叫做,叫做黃鴨扁啊 最喜歡吃鴨扁煙啊 橫藏植竹啊,做神仙啊 臉王骨手啊 突然間,蒙森就發現 孫中山臉色很難看 他快點推了一下康德黎 康德黎就知道,糟了,糟了 自己說錯話,得罪孫中山 孫中山呢,最不能容忍的 就是對自己民族的侮辱 雖然是自己最好的朋友 自己最尊敬的老師 是無意中說出這些笑話 但是他都無法忍受 他板起他的臉講 為什麼要用鴨扁煙來嘲笑我們中國人呢 中國是有很多落後的 不見得人的東西 但是,鴨扁煙不是中國的 中國根本就沒有鴨扁煙 是你們黑心的英國人混入我們中國的 康德黎十分尷尬 哎呀,對不起 十分十分對不起 我一時失口 我,唉,對不起 我損害了你的民族感情 孫中山幾多老師認錯 心情是稍微平復一點 老師,我們中國 確實有很多東西值得人家嘲笑的 但是,只是因為這些 所以我們要自強,要自尊 中國人並不是天生的劣等民族啊,老師 康德黎十分內寇地說 唉,中國人如果個個都像你那樣 英國也好,法國也好 都不敢欺負中國了 康德黎這番說話出自內心 確是對他自己心愛的學生最準確的評價 那,孫中山在英國呢 就跟著展開了一連串的活動 他幾乎每天都出去 去參觀博物館 遊覽古城堡 深入工廠找工人聊天 到圖書館看書 他覺得很充實 學了很多東西 這些新事物在國內坐井觀天 沒有辦法體會得到的 那天,是星期日 孫中山呢,就在床上爬了一陣子 他並不是睡懶覺啊 因為呢,星期日放假嘛 店舖沒那麼快開門的嘛 所以呢,到十點鐘 他才起床出街 他在郵局寄了幾封信 寄給盧慕貞,陳蕭伯,鄭侍良 都說述自己這陣子的生活 寄完信了 就從郵局拐那條橫街 這裡呢,行人稀小 十分清靜 再轉一個路口呢 就到康德來家裡了 那陣子呢 有個人一直跟著孫中山走 孫中山沒什麼在意 這個人呢,掌上猥瑣 瘦瘦瘦瘦瘦 有些彎腰駝背的 他突然在背後大聲喊 前面那位先生啊 請你去大英博物館 怎麼才就發啊 咦? 一口純正的香山話 在英國啊 你聽到人說廣州話 都很親切的了 何況講鄉下話 孫中山十分高興啊 咦? 你… 你是鄉山人啊? 是啊,我鄉山人啊 哎呀,我也是鄉山人啊 我們鄉里啊 大家鄉里啊 你什麼時候來的? 咦? 你家鄉山人啊 你家鄉的空啊 我呀,我常翻炫啊 說出來不怕收家啊 連誰腳都混淒啊 啊? 連水腳都沒有 孫中山就起了同情之心 哎,你不用灰心啊 我這裡有幾個朋友 你的船票那些呢 我可以幫你解決的啊 喏,這樣啊 我們不如現在去附近 找個地方去喝茶 聊聊聊天啊 好了 在二國逢鄉親 當然有很多話要說的了 他們兩個 去哪裡喝茶呢? 欲知後事如何 車待下回分解啦